四十三岁男性阿甘 阿甘出道二十多年 演过《新兵日记》《廉政英雄》 细说《台湾》等剧 但始终未被注意 前阵子他再度回归民事发典党 在《市井豪门》演出《刑警干一飞》 不过显为人知的是 他曾消失荧光幕整整五年 期间为了筹钱一并母 还到餐厅当喜晚宫 据《三立新闻》报道 阿甘当年因演出《新兵日记》而展露头角 不过一路走来星途坎坷 更直接消失荧光幕整整五年 阿甘坦言这段期间还是有拍短影集 但收入不多 当母亲需要动手术时 他只好到餐厅当喜晚宫 为母亲筹措开刀费用 有一次民事一姐陈美凤到餐厅用餐 员工们都很惊喜 还鼓吹阿甘出去和陈美凤认清 但他因在工作中 加上自认状态不加而婉拒 不料却被同事说 所以你在演艺圈也就这样而已 难怪会来当喜晚宫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 但他不气美 他告诉自己 有戏我就拍 没戏我就认真过生活 除了在餐厅打工之外 阿甘也到朋友公司当司机 其中一次竟然成功阻止要到海边亲生的客人 原来当客人一上车 阿甘就细心发现乘客情绪不对劲 还一直问 到海边了没 阿甘于是抓住机会问 为什么要赶去海边 也因此突破了乘客的心房 两人开始聊天 最后一次问阿甘还要多久才会到时 阿甘则回答 我这台车跑不快 因为我在这满满故事的人 途中阿甘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最后成功让乘客改变主意 取消去海边 心怒在福在城的阿甘 虽然工作停摆了五年 但他不气美 因为这段时间的经验也给他很多演戏的元素 他提到演戏演得好 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历练 而这一次回归 他将自己改名成阿甘 除了希望自己能带给观众不一样的阿甘 也象征着自己苦尽甘来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